萨老师好 余书记好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然后我的工作呢 是精准扶贫成效 第三方评估的工作人员 我们评估工作中的 主要任务的话 就是去到全国各地的农村 入户调查 去了解农户的家庭的 帮扶情况 帮扶的成效 以及是否真实脱贫 你是去批改卷子的 对 你们是做题的 不是不是不是 是去打分的 对 属于第三方 互相促进 互相促进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 调研工作中 接触到的一些 第一书记或扶行干部 好多人都有一个习惯 他们会用他们的手机 来记录他们工作中的 一些点点滴滴 以此来了解 他身边他帮扶着 这些人的生活 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那么于书记我想问你 您会有这个记录 这些点点滴滴的习惯吗 就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可以啊 书记手机里的照片 可以啊 方便分享 方便 非常方便 我手机里面的照片 也是我工作的一些记录 对 平时都是 家家户户的事 那个像这张照片 是我有一次 下队走访的时候 那一天真好很巧 是刚才那个泽平叔 陈大爷 他六十岁大寿 结果他很多年 这些弟兄们 都没有回来过相聚过 正好那一次 他过大寿的时候 他的兄弟们都回来 帮他庆祝这个寿臣 他专门做的这个 对筋的小夜 对对对对 可洗净了 然后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 我有时候在想 我刚来扶贫的时候 他那个状态 都没有想过 他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每一位老人脸上那种笑容 那种温暖和灿烂 所以说我说那天赶紧的 我来给你们几个人 照一张照片 我说这个照片很珍贵 对 谢谢与书记的分享 其实在我们工作中的话 会经常接触到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也会对这些数据 比较关注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也带给了我很大的一些震撼 在这里的话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1.6万亿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是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 从中央地方的各级政府 投入的一个扶贫专项资金的 一个数目 可以见得就是 这个扶贫力度是很大的 然后第二个数字是7.7亿 那么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有7.7亿的贫困人口 摆脱了贫困 最后的话 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比较让人痛心的数字 就是1800 想念和信仰 真的是在关键时刻 是能够挺身而出 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履行共产党许下的诺言 谢谢 所以我在想 今天你的开奖 其实是给他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 特别的党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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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